白冰冰女儿转视照被曝光 高僧看后大惊失色 她怎么去了这里 这一切或许和白冰冰的经历有关 白冰冰曾和日本漫画家有一段婚姻 在白冰冰孕期的时候发现老公出轨 只能选择离婚 独自生下并且抚养女儿白小燕 然而就在白小燕独高二时 女儿被威胁了 当时白冰冰就报了案 警方打算在附属款时抓捕歹徒时 狡猾的歹徒一直都没有现身 被多次爽约的白冰冰都要崩溃了 当时除了警方以外 媒体也一直都在跟进此案 媒体如此举动对于歹徒来说就是打草惊蛇 在白冰冰最后一次前去交易的时候 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 白冰冰很是难过 这么多年过去 她只能独自怀念着女儿 白冰冰在出席活动时 自曝自己常有出家修行的想法 引发网友议论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当天她身穿一席雪纺印花长衫 头戴黄色大花朵 脖子上佩戴着层层项链 整个人看起来雍容华贵 状态十分不错 不过 这也是身在镜头前的表象 在现场白冰冰自诉女儿去世后的心路历程 她心酸表示 孩子离开后 父母也相继去世 在孤单度过的25年日子里 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哭到眼睛干涩 泪水已流不出来 她还曾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一则动态 成天还未亮 就起来望着女儿的牌位独自伤感 叹息女儿已久未入梦 希望她能在某个地方生活安好 在这份独白的下面 白冰冰还配上一张与女儿的合影 照片中的白冰冰皮肤白皙 青春靓丽 女儿同样笑容灿烂 母女俩同况十分快乐 只可惜如今已天人永隔 白冰冰也只能久久私恋 这份母女之情 亲人离世 只留下她一人独居 内心常常觉得落寞 大概正因如此 才有了修行的想法 直到最近几年才稍微好些 除了思念女儿 更多的时间也在思考未来 白冰冰告诉粉丝 不必大费周章为自己庆生 并自暴想通过做善事的方式来庆祝生日 还呼吁现场的粉丝们也多做善事 在活动最后 她也透露自己想要出家修行的想法 令人倍感唏嘘 在俗世中 亲情 友情 爱情 时时刻刻都萦绕着我们 我们是伴侣 儿女 亦是人的父母 在不同的身份中转换 但是归根结底 都逃不过一个圆字 佛家说 圆起则聚 圆灭则散 身在红尘中的人 没有一个不为圆所左右 我们常说的爱情 就是一种缘分 人一生要认识八万多人 但是能够走进彼此内心的 不过寥寥数人 最后能陪伴一生的 仅有一位 曾经的人随缘而来 缘进而走 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留存一点回忆 缘分不散的 才结成了夫妻 组成了家庭 难怪佛说 爱情 夫妻 儿女的缘分的真相 都逃不过这四种关系 讨债 还债 报恩 抱怨 其实 不光亲密关系如此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皆如此 一 讨债 佛说 无缘不惧 无债不来 儿女之间 就是为前世的债务而来 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 花了母亲多年的心血 却早早离世 属于来讨债的孩子 但是佛经中 也有说到 早去的孩子 往往是菩萨的化身 早早回归到天上 做了天人 蒲松林在辽斋中 曾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关中的一位县官叫何炯青 有位卖游的人犯了事 本来罪过不大 但是因为公堂之上 冲撞了何炯青 一目之下 他将其判了重罪 多年之后 何炯青 已然是位大官 便在家中为自己建起一座高楼 高楼建完 百宴庆祝 喝到醉意上心头之时 何炯青却见到了当年的卖游人 走进自己的院子 心下亥然 不久 卖游人不见了 却听见家中下人来报 夫人生了一个儿子 大家纷纷恭喜 何炯青却说道 这哪是儿子 这是来拆楼的人 大家莫名其妙 皆以为何炯青胡言 等到几十年后 何家儿子长大才明白 原来何家儿子顽劣不堪 将何炯青留下的家产败了个干净 沦落到给人帮拥 才能过活 只要手里有几文钱 就一定会去买香油来吃 何家的这个儿子 就是来讨债的卖游人 欠了卖游人债 所以今生就来何家讨债 对钱来讨债的人 佛家早就指明了 儿女生在父母家 吃父母的 穿父母的 用父母的 过了几年去世了 这就是父母在过去欠了她的债 所以她来讨债 老话常说 负债子偿 其实有些子债 也在等父还 子女等父母还完了债 便会离去 有些父母被钱来讨债的儿女 弄得焦头烂额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女 如此顽劣不堪 叛逆不孝 其实 这就是佛说的前世债 今生还 只是大多人不明白而已 对于这样的子女 父母就更要加倍用心 用真心融化彼此间的冷漠 用言行感化子女 把欠下的债早日还完 相反 若是不尽父母的责任 那这个债就会周而复始 不断循环 二 还债 有些子女 物质上对父母不苛刻 但精神上就不怎么关注 甚至还嫌弃父母 虽然父母生活优渥 但是家中却没有温情 更薄良的子女 只管父母基本的生活 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 这样的人 就是来还债的 在佛家看来 还债虽然与报恩感觉差不多 但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是还债 所以不会有孝顺的心 不会有报恩的心 欠得多的 会关照父母安享晚年 欠得少的 成年后便不再关照父母 家庭乃至社会 大抵都有恩怨 有债务 才会有往来 朋友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是过去有过债务的 但是不多 好的朋友纠缠几年 渐渐走散了 这是债务比较多的 知心的朋友一个 两个 这不仅是债务 更是过去的恩怨 没有结清 组成家庭夫妻或者亲人 是过去欠下恩怨债务 最多的人了 因此 如今才能走到一起 成为一家人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今生的相遇 都是过去的缘分 《愣言经》上有句话说得很好 一下就点出了缘分的真相 你欠了我的命 你就得还 我欠了你的债 我也得还 久久缠缠 生死不改 这就是因缘 你喜欢我的心 我缠你的外表 纠缠不休 这就是因缘 今生的纠缠不休 都写在过去的时光之中 今生的恩怨 债务都注定在前缘之中了 但未来的事还未注定 随缘随缘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这就是随缘 然后让它自然地发生 这就是随缘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三 报恩 佛家讲前事 今生 来世 每一段都不是割裂的 凡事必有前因 才有后果 这就是因果轮回 佛语有云 因果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予来迟 在佛教看来 有时候今生做的业 这一世就应了业果 就是常说的现实报 但是有些业果来得很晚 乃至于直到来生 才能显现 我们常看到 有的人生活幸福 和谐美满 夫妻之间关系融洽 子女懂事孝顺 让人好生羡慕 其实那是因为 他遇到了来报恩的 佛家对于报恩 是这么解释的 前世之中彼此有过恩惠 今生又遇到了一起 前世的恩没有结清 怎么办呢 那就在今生还 佛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前世种下的因缘 才造成了今生的业果 故而 来报恩的夫妻 都对自己的另一半很好 相敬如宾 举案其美 不要说夫妻矛盾 半嘴都很少 旁人看了都艳羡不已 如果是子女来报恩 那就是子女小时候 独立自主 不用父母费心 长大了还孝顺得很 父母老了 也能想尽天伦 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未尽的因 变成了今生的果 就好比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 就是典型的报恩的故事 因而 佛教世人要多多行善 日行一善 必有后福 今生多做善事 来生也必然是个好人家 四 抱怨 有人说人去如灯灭 既然 我去了 那夜报 不就没了吗 其实不然 佛家曾言 肉体虽朽 神魂不灭 对人的神魂来说 夜报是不会随着身体的消亡 而消亡的 正所谓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就是这个意思 抱怨就是如此 有人家里夫妻隔三差五 就吵个不停 严重地甚至动手动脚 子女对父母 也不是很孝顺 有些甚至是败家子 在佛教看来 这就是前世的愿 留到了今生 过去结下的不是善缘 而是恶缘 留下的不是恩情 而是仇恨 这过去欠下的债 就必定要在现金偿还了 佛教认为 原家已结不已结 今生结 多了仇怨 即使没有应在自己身上 这些怨也不会消失 而是会一直跟随自己 即便到了来生 也会应在人的身上 故而 无论是夫妻关系 还是亲子关系 不要过于苛责 少些期待 多些关爱 如此 才能身心自得 福气自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